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对朋友不客气 面对长辈要游离 这都是基本道理 李宗盛 李宗盛 游离不遗忘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我也是 好痛喔 对不起啦 因为欣欣说 握手越用力就代表越有礼貌 我不想失礼啊 王欣欣 非洲人真的是这样子 表达他们的礼貌吗 对啊 欣欣 你是脖子抽筋了 才不是勒 是因为我上次上国际礼一课 老师说 保加利亚人的摇头是表示赞成 点头是表示反对 很妙吧 好妙喔 如果我们学校教理有那么有趣就好了 如果不小心犯规被老师酷点说就成了啦 大字 不是 这么简单 你还要背喔 真的很笨耶 简单吗 可是你就办不到 因为你刚才还没有大致笨 这样很没有礼貌 礼 礼貌周是在下个礼拜 我我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嘛 最好是喔 最好是 礼貌周应注意的事项 与人交谈时他都要亲切 表情要保持微笑 还要养成常说请谢谢对不起 哇 真巧喔 你们礼貌周好像是特地为你量身定做的喔 都是你平常最容易疏忽的部分耶 妈 妈 你放心啦 这次在礼貌周 我不会让老师有机会控我的点数的 哦 超 真巧啊 你就要像你妈妈这样 随时保持心情的平静 快起来就非常的 笑容可及 老花 曾先生 真巧啊 你家里面是有错误示范的 有人一进门啊 不与人家啊 好没礼貌喔 什么没礼貌 我告诉你银行没有礼貌 我刚拿存折啊回去那ATM想要补折 没想到整个本子就被吃掉了耶 我打电话去那客服中心 他居然跟我说礼拜一才能够再回去补办 那如果我这两天 这两天我急着要用钱怎么办 那你的提款卡咧 提款卡 就是因为超过了补折的次数 提款卡没有办法提 我才会拿本子去刷嘛 唉 站在提款机前面啊 我一想到我这张卡里面明明有钱却不能用 真是说不出来的悲哀耶 这先生啊 说不定是你那个补折肌他肚子饿了喔 哈哈哈哈 爸爸 嗯 嗯 你什么时候有这张卡片的啊 哦 有人偷藏私房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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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廚房吃點心 好 走走 翠哥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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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聽我說 這個帳號 它都沒有 不是一個什麼特別 它那個 因為之前 我有一次在外面出差 但是 是啊 這邊 辛苦了 辛苦了 大智 接球 大智 大智 把球給我 這邊 好 這邊 可是 不要可是 快點啦 大智 真巧你 你還好吧 真巧 真巧你的眼睛 你 很禮貌 很禮貌 余大智 我原諒你 真的嗎 你的眼睛怎麼還在瞪我啊 不要這樣啦 真巧不然你打我好了 請你打我好不好 不好 請你們兩個慢慢玩吧 我要進去玩魔術方塊了 白辦 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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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打過了 他說沒什麼大問題 回來冰敷幾次就好了 不過 會有後遺症喔 對 不是後遺症 是真巧一直都怪怪的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他一定堅持到走在我後面 因為他說這樣才是有禮貌 等我們回家的時候一進家門 他居然跟我說 感謝父親大人 媽媽你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帶真巧去看腦科啊 沒禮貌你 我去看真巧 禮貌周這麼有效 那銀行怎麼不辦個禮貌周啊 我的笨子 什麼 存責不見了 你說你們已經看過那台機器 就是沒有找到我的存責 對對我知道 我知道要補貌 但是 什麼什麼叫做 我還要付錢啊 我還要補 你有沒有搞錯啊你啊 爸爸 先生 先生我想慎重地請教您 您確定 我把存責放進去的那台機器 它是補責機 而不是碎紙機嗎 真巧 真巧 大致找妳啊 我不要 真巧 快點 是 先生 好 妳現在給我 請問余同學 您有什麼事嗎 真巧 妳的眼睛有沒有好一點 脫妳的福 好多了 妳不要那麼有禮貌 放學的時候 我們再來打球 不管怎麼用球丟我都沒關係 只要妳不送我去就好了 真巧 吃早餐喔 嗯 余同學 不好意思 我要用早餐了 期待與妳在學校相見 請 好 好吧 拜拜 真巧 大致怎麼走啦 妳沒有請他進來嗎 報告母親大人 他是來向我道歉的 那妳有沒有原諒他 我不想理他 但是我還是很有禮貌 沒有罵他 可是大致好像還是很難過喔 真巧 不管妳說話再怎麼有禮貌 可是如果你沒有一顆體諒別人的心 也沒有站在別人的立場想 那怎麼算禮貌呢 可是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媽媽問妳 妳想不想原諒大致 想啊 那就好啦 妳看 大致這麼早就跑來找妳 他一定還沒有吃早餐 那妳現在趕快把他追回來 我們一起吃早餐 然後請爸爸帶妳們去學校好不好 好 謝謝媽媽 趕快去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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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張禮貌榮譽卡 心裡就不敢笑我 我沒有禮貌了 爸爸看一下 妳該不會又是想要拿這張卡片來 跟爸爸媽媽要什麼禮物當獎品吧 唉唷 我才沒有那麼沒禮貌咧 不顧我爸爸說的那也OK啦 那妳千萬當爸爸沒有說過啊 等一下 來 我相信老叔一定是看到妳的進步了 所以才給妳這張榮譽卡鼓勵妳 所以妳要繼續保持下去喔 嗯 而且啊 生氣是真的解決不了事情的 像爸爸後來也跟銀行協商啊 雖然說還是要補辦 不過銀行也破離不跟爸爸收手續費 這件事總算圓滿解決了 既然這麼圓滿啊 那就請爸爸 把提款卡跟淳哲交出來囉 遵命 謝謝 爸爸 嗯 下 雖然在帶人接務上 保持基本禮貌真的很重要 不過 並不代表就得放棄和人溝通的權利喔 因此上人才會說 得理要饒人 理直要契合 適度表達自己心裡真正的感受 同時也體諒別人的立場 才是既合情又合理的生活態度 希望紫月村的大牌炮也能明白這一點喔 老爺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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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要抓小雞咯 老爺要抓小雞咯 老爺來咯 小心小心 停一下停一下 大牌炮 大牌炮 你的衣服破了 我有針線 拿針線縫縫吧 快要抓好快 雨桂肯好了沒有啊 馬上就好了 大牌炮 你這是第幾次讓同學給你縫衣服了 wissen你怎麼搞的 新衣服总是一穿就亂了舊了 有一次頑遠看見你 我還以為是苦瓜呢 好懒就不對啊 苦瓜雖然窮 可衣服穿的可整齐多了 就是就是啊 差一点没错 反正跟在大牌炮后面 总是有收获的 不是捡到扣子 就是捡到一块糖 怎么还有糖啊 它口袋破了嘛 一口袋的糖就掉了一路 左边口袋破了 后来我不是都装到 又变口袋了 衣服能穿那就行了呗 也不能那么说 钱大少的衣服 不就是八成心 穿得也像九成心吗 你家也不是没有钱 你还是得注意一点形象哈 衣服要那么光鲜干嘛呀 我爹说了 打扮成什么样 都比不过人品重要 这 你还说呢 就算是缝补的 也缝补的不劳啊 你娘的手艺也还真差 不是我娘补的 是我补的 那要不然让玉柜 教教你怎么补衣服 就是 算了 我看都用不着玉柜来教你 我这点本事啊 就足够教你的了 不用了 生气了 生气了 是啊 我好心说错话了吗 这 这 这 少爷回来了 怎么去那么久啊 儿子 儿子 过来 看你这衣服脏成什么样了 换下来 娘呀 一道给你洗一洗 娘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这衣服还能穿几天呢 这 这孩子 老板娘 给 你辛苦了 没事的 别客气啊 大牌炮 大牌炮 你又躲在这儿自己缝衣服了 哎呀 我看你这水平啊 缝了也白缝 过两天又开线了 哎 那有什么办法呀 我娘 她每天干家务活 那么累 我呀 不想再给她添负担了 哎 伙计们的衣服啊 你娘也帮着洗 饭食啊 她也帮着做 多操心啊 我那些衣服啊 你看 都藏了好几回了 可是 还不是让你娘 给找到了 她呀 又拿去洗了 哎 娘呀 她一直说不累 可是 背着人呢 她呀 老是捶腰捶背的 我那衣服啊 可不能再让我娘洗了 至圣闻则也 闻圣志则始 至圣闻则也 闻圣志则始 包同学 请你解释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 呃 呃 这个 哎 什么味道 这么难闻 大派胖 你这身衣服 穿了几天没洗了呀 都馊了 包同学 这闻和质同样重要 本质胜过装饰 就会粗野 装饰胜过本质 就会浮华 两者配合得当 文质彬彬 才会是君子啊 呃 喂大派胖 先生可在劝你呢 再好的衣服 也不能穿到发霉呀 要尝洗才可以呢 哎 邵总教 邵总教 你今天还打算穿这身衣服啊 嗯 怎么了 这衣服 又没救 又没破的 哎 今天呀秋收结束了 全县呀都要去济农神 你头一次去啊 还不换得正式点啊 嗯 嗨 我这身衣服啊 就很正式了 我上学堂都穿着它呢 哎呀 老板出门 进干货去了 不然的话 他第一个出来啊 来的就是你 嘿呀 我才不信呢 我爹说了 打扮成什么样 都比不过人品重要 嘿 那是说平时 可济农神是大场合啊 嗯 你娘要是知道了 她也不会答应啊 嗯 好吧 那我就带上吧 嗯 哎 走喽 走喽走喽 济农神去喽 走喽 哎呀 快点快点 哎呦 哎 哎 你们怎么不往外走 反倒往里走 哎 哎 换衣服去啊 哎呀 再换了 身上这身又挺好了 哎 当然不行了 这又不是参加典礼穿的衣服 怎么 你没带换的衣服 哎 哎 带我倒是带了 可是 打扮成什么样又不重要 哎 怎么不重要啊 先生昨天跟你说文和志的问题 难道你忘了 哎 带了还不换呢 别 舍不得穿了你 上次还说你不注意形象 你还不服 这回啊 你又老掉成台了吧 包同学 先生 论语里说过 不是正式场合的衣服 一定要裁编 吊丧时 不穿黑衣 不戴黑帽 摘戒沐浴时 必有布座的御衣 我们今天的典礼 也要配相应的衣服 这呢 是文 也是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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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牌炮 其实我也一直想劝劝你 穿衣打扮 也不能太不在意了 就是 哎呀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劝了你几次 是啊 一却都不听 真是过而不改啊 就是 说的没错 你们 你们都说错了 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 哎 那天 我 我去给大牌炮他们家 送南方的芝麻香料 却看见 哎 盛哥 你说 这 院子里洗衣服的 那个人是谁呀 那是 我们老板娘啊 什么 哎 哎 她是大牌炮的娘 嗯 老板娘 还要亲自洗你们的脏衣服 怎么不请人洗呢 哎呀 谁说不请了 都请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哎 怪得很 可就是留不住 这饭馆里呀 近十号人哪 哎 你看 这个干厨房的 跑堂的 这衣服上呀 浑身上下 它都是油腻 难洗得很呢 哎呀 这偏偏我们老板 又是个爱干净的人 这衣服呀 哎呀 这天天洗 嘿 这活儿 够累人的 哎呀 可不 每回啊 招来的洗衣工啊 都是 来一个 走一个 来两个呢 她走一双啊 哦 哎呀 又洗衣服 哎呀 哎呀 儿子 过来 把衣服换下来 已经脏了 娘啊 给你洗洗 嗨 不用不用 过几天再换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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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同学 你有这份孝心 难得 看来还是应该想个什么办法 让你娘真正的减轻负担呢 对呀 毕竟 你每天穿成这个样子来上学 自己也不自在呀 对呀 可是 什么法子好呢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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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啊 我娘呢 你娘 哎 这 这不是在那儿晾衣服吗 啊 娘 娘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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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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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新故的洗衣工李大嫂 哎 哎 这是大少爷吧 哎 来来来 赶紧把衣服换下来 趁着还有日头一块儿洗得了 哎哎 哎哎 等等会儿等会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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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啊 哎 这个李大婶估计能留多久啊 哎呦 哎呦 你爹呀为了留住他 把他儿子留在店里当伙计了 你说能留多久啊 哎呦 太好了太好了 哎呦 以后你就不用那么操劳了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哎呦 别光顾着高兴啊 来来来 赶紧把衣服换下来 看你的 子曰 直圣文则也 文圣直则始 文直彬彬 然后君子 孔子说 如果一个人内在的直仆 多过于外在的文采 那就像个粗鄙的野人 如果外在的文采 多过了内在的直仆 那就像个衙门里 掌文书的官吏 直谱和文采 调和适当 然后才称得上 是个君子 文与直的概念 是孔子用来品评 一个人的标准 内在品德和外在行为 孰清孰重 正言上人在这一方面 特别强调心的层次 上人说 人的心地就像一亩田 若没有剥下好的种子 也长不出好的果实来 唯有成于中 而行于外 才是修行的次第 中文采 修行里能的人 能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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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的木板正圈柄 春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心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把恩用你帮我冲击